中央統查六十年來 該島的平天堅在到三項種族 每從從來臺灣文台故事的 共產禁止起序 無論因為利用鐵鉤獨 三起一次 不就要去生態保育後 也要去禁止發展後 我用的團國圖開發的三項 某種族暗獨 在中央三項來的發展重點 離山高農立保連 實作過幾家公園結束業 沒有關心生態 九二幾年在到離山 突然一百千下百 撐鐵更多內施 其實當時臺灣三項規法 並不太差 不然主持國內好好管理土地 希望將每天三百一條 不合適規法三項萬三項 一棵樹要種到將來有經濟價值 它其實是需要很完整的 一個一套管理技術的 但是這個都沒有 像我自己 我很願意種樹 但是當時拿到樹苗 也沒有人教我如何種如何管理 現時的醫生營業 李博林大坪說 新冠傷害羞傷 不過董事們 其實離山種蜜蜜蜜 種蜜蜜蜜 和種水果 賣到錢來拼鐵 不過看不到 對方港山農民的將來 其實從去看 離山的生態變化 因為離山規範不僅不慘 其中它根本的營業 一道平天營 送上青棉古春潛 殺下山轉讀師說 沒辦法偷朝年土的落草 故事離山幾乎的 淡淡蜜蜜的 除了那年出名的 其他一道建造 淡淡沖的臨水光料 以這樣一個客觀環境來講 要人去把這邊 當作一個可以永續經營 或者是傳租後世子孫的一個產業 大概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形成 所以它會多年來會一直流於一種 就是不斷的轉換援阻 利山雖然那種輸的更好 也那種種更好 始終對總辦開動六十年來 而且同的議論 利山雖然那種發佩 要由油耗根理 沒有去覆蓋 我們其實離山人也很願意說 是不是可以來輔導我們 給我們一些建議 然後能夠讓土地利用和環境保育 和平共存 因為如果你純然的 我們全部就是要環境保育 你們離山就應該離開或怎麼樣 我覺得這是 這也是不對 因為它就是已經在那裡 譬如說 我們在離山要開始開發的時候 有所謂的離山管理局 來統籌所有一切的這個運作 這一些我們可以免掉非常多 行政的手續跟很麻煩的 這個人事的糾葛的東西 離山建設管理局 牆管壓佛平期的離山平台 兩十年 和前生政府時期 和出席管理的管理局 TV主張的亞原市政府 和1973年 到1980年 18年期間 離山管理局管期 一三年平均所得 採購新台幣4萬元 這叫是台灣 幾年均所得兩批 用過一年味 管理山區 和都市治理相反も共用 生態保育應該會比 緊急開發更加重要 好等同胎制園 強化神聖 將不會騙重強 學家新聞 番少年 總統修 全體報導